Do you have a new tester for here? I want to try it before I buy it Hello 大家 我刚才 才洗漱完 然后 今天跟大家做一个 护肤 然后完全护肤 护肤完之后呢 再跟大家做一个 小型的购物分享 护肤的话 我这次买到了一些新玩意儿 因为我这个 上学期不是打工吗 然后我的工种比较特殊 就是在炒菜 我到现在我都没有明白 我为什么要去打这样的工 为什么要去打这样的工 我实在是不明白 然后你会看到我现在脸上 现在好像好一些 就是我之前是这种东西都没有的 这几个东西在我脸上完全不存在的 就是因为去打这个工 然后成天在那炒菜那个油 把我的皮肤变得 嗯 就是有点没有以前好了 然后变得 敷质就是 有些敏感 是就稍微有些放红 所以说我就买了一瓶这个 蓝美尔的精华 然后这个精华 我之前 用过我妈的 但是我 没有感觉到什么 特别适合我的地方 因为我 呃 就是可能没有那么强的需求吧 然后 呃 因为想改善这个敏感肌肤吗 大家都说这个维稳特别好 所以我就想买来试一下 买了这个 然后还买了一个这个 神奥的微精华霜 这个在我之前的神奥系列里面 系列里面 已经 呃介绍的很清楚了 就是那个微精华系列 我已经不愿意说了 反正 呃很好用 那个保湿抗氧化 然后 撤那个那个抗皱 然后也是他这个系列里头 相对最清透的 所以说如果喜欢的话 您就会去购入了 呃护补品呢 我这次 再加上昨天买的还有这个眼霜 我这次就买了这 三样 呃 当然这个价格没有 嗯 那个日上免税的便宜 但是 如果你需要的话 我觉得 嗯 有这个需求那还是应该要买的嘛 对吧 哦对还买了一个 这个glamglow的这个白泥面膜 这我从来没有用过 呃 我我相信已经很多人都用了 为什么只买这些小罐呢 因为我想先试试看 因为很多人都说他很疼 啊 呃 那基本上这个护补品就到这儿 然后还有就是他们的这个 给送的这个东西 这些sample 这个我都没打开 我也不知道这啥东西 反正是这 然后这个就是欠币的一个blackhead solutions 啊就是 呃 青黑头的东西 那就 开始呼呼吧 刚才用了一个这个小样的这个精华水 然后我的习惯是 来 搞眼霜 呃 眼霜是新的 这瓶盖上还有 我 现在这个 年龄稍大啊 我就越来越觉得这个 眼霜的重要性 我的妈呀 眼霜实在是太重要了 越早用越好 你要现在是16岁的话 我建议你最好就开始用上 不需要用16岁就用到 嗯 特别好的牌子 你就用 那些比较清透的 然后能够 呃 就是 起到一个保湿作用就可以了 不需要 太多养分高的成分 啊 呃 反正是越早越好 然后手法就是这样的手法 用你的无名指在旁边按压 然后尽量把它的范围扩大一些 这样子 你就能 呃 把眼周也 这个 这个 那个那个那个照顾到 OK眼霜完了之后 就到这个 精华了 这精华特别搞笑 我今天去试的时候 呃 那个 他那边都 哎呀 差点掉下来 他那边都有那个 Tester嘛 就是 试用装 然后我打开的时候 里面是空的 就是 已经被那些 试了不买的人都用光了 然后我就说 Do you have a new tester for a year I want to try it before I buy it 然后他就给我拿了一个 在 呃 一个就是透明罩子里罩上 然后拿出来 然后试一下 大家看下这质地啊 就是这种 呃 这是什么质地啊 乳 乳状的吗 精华乳吧 然后 就是 它的味道呢 就是那种 海藻的味道 然后不会有 特别人工的那种味道 然后 呃 抹到手上的感觉 就是他 怎么说 他哑光的这个速度特别快 然后 呃 就感觉应该还挺不错的 主要是我觉得这个味道 他很天然 然后也是因为他 海南之谜 他不就是深海 提取物 海藻吗 什么玩意儿 就那个 呃 今天是 呃 第一次有这个 需要修复的这个需求 所以买来用一下 我看到这个 呃 小红书上有人说 呃 用这个有焖豆的现象 所以我 第一次用 还不敢说 用特别多 我就 可是接着用吧 然后人家说要是按压 我忘了 我忘了 都已经抹开了 我这一次就 大概用了 嗯 嗯 反正不太多 先用着 感觉一下 如果可以的话 呃 下一次再 改变他的这个用量 目前用到脸上没有什么感觉 也不油 然后就盖到这个 面霜了 面霜 真的是 清车熟路 哈哈 因为已经用了好几罐了 很真的很好用 我想了半天 我说我要不要换一个 品牌 这种颗粒状的这种 呃 精华 面霜 想说换一个品牌 但是 我又不想要太油的 太厚重的 这个面霜 其实 可以满足我 对 面霜的所有需求 所以 就还是选了他 啊对 本来想选他这个 Hydro Beauty系列的那个 水乳 Water Cream 他们新出的 但是那个太少了 我的妈呀 那 那只有15毫升 然后我看见那15毫升 我说 我说你 你 我就问那个Sales 我说你这个能 能用多久 我让他尴尬的笑了 告诉我说 两个月吧 我说那还是算了 我就还是买我的 老 老什么 老面霜吧 很多人觉得说 啊这个 嗯 长痘 就不可以 用 护肤品 呃 就要把它控制 其实 你让他保持一个 养分不过高的这个 这个 呃 关键是对的 但是你也不能完全不用护肤品 不用护肤品的话 你的水油平衡 没办法保证 呃 你 正确的想法是 你要用 这个选对护肤品来使用 然后 呃 就能达到一个不错的效果 然后 然后平时 然后平时护肤的时候 也不要忘了这个脖子 我这 脖额已经挺深的了 反正 呃能 照顾到就照顾到吧 精华我就不给脖子上了 有点浪费 我就弄的面霜就好 嗯 基本上 就OK了 就OK了 这个护肤步骤就是这样 是不是很简单 我的 护肤本身就很简单 就是 传统的极大步骤 我也不会说 一次买一堆不同的牌子 呃 在那不停的使用 呃 但是你这次会看到说 我搭配着使用的 不同的品牌的 呃 不同 功效的护肤品 我之前从来没有这样用过 因为 呃 我都是 要买史尼尔就买史尼尔 要买雅士兰弹就是雅士兰弹 要买 娇蓝地环峰子 那就地环峰子 嗯 我觉得那样 一下下来跟很多人都想法一样的 就是觉得 呃 比较统一 但是其实 说实话 那比如说 就来这个蓝面来说 这蓝面 你让我去用它的全套 首先它的面霜 我是没法用的 因为混油皮用上以后会非常可怕 因为太油了 然后 那 不就用不了吗 对吧 那如果说 让我用这个全系列的这个是尿的话 我就觉得你 因为我一直在用 我已经用了 可能有三四轮 所以说 嗯 只要选好这个适合你的产品 嗯 好的品牌他的护肤品 他都不会 基本上 不会有特别严重打架的情况 目前来说 我我用完这三样 我觉得都还挺好的 呃 那好吧 那这个护肤就到这儿了 然后 没有 还有最后 又给买 这个 时差时期 不要小看这一个小时 两个小 哎 两个段时的时差 那还是可以让你长一些痘的 哎呀 说话 这就长不上了 哎 这只这个新豆出来了 我把这个精华再上轮抹一点 看看明天会不会很快的有效果 OK 嗯 嗯 护肤 该抹的这 去豆糕 都得给他抹上去 然后今天 呃 然后今天在路上就跟我朋友在那里聊 他说 他觉得我挺厉害的 呃一个人也能出来玩 如果要他一个人的话 他就会觉得有些寂寞一些尴尬 其实嗯 我这一次选择的时间 像八 呃七天八天 我觉得是一个人出来玩最合适的一个时间 就是 你不管说 你自己出来 你让你快乐的方式是什么 有的人可能 呃看展 是他的快乐 呃有的人可能看景点啊 或者说购物啊 像我 呵 是我的快乐 但是他的 毕竟是一个人 他的快乐指数 和快乐的可行性 都是有一定期限的 如果说你 超过了那个时间 像我有一次在多伦多这边呆了一个月 我真的要疯了 我就实在是没事干 就是 你算好那时间 一个人出来还是可以的 嗯 像我这两天在多伦多 我觉得我过的就很开心 嗯 就是想体验的呀 想买的呀 都买到了 然后 嗯 该吃的 都买到了 我就觉得蛮好的 明天要去换新的地方 就整个就是 计划的不错 然后 嗯 一个人也就 不尴尬 好了 这个 痘磨完了 因为痘磨完了 然后给大家再看一下 还买了什么 嗯 这次我给我买的东西不太多 嗯 衣服就没 就就就就 就那天给大家看那个 就今天给大家看的 墨绿色短袖 然后这次在 呃 买了一条项链 就今天跟大家说那个 blow street 就是他们这个 法郎系列跟我那个 手镯是一个系列的 然后 呃 但那个手镯他跟我说是 rose gold 玫瑰紧 这个是gold 但我觉得差别不是很大 然后这个是 我也能带 我妈也能带 呃 但是呢 这个链子有点短 嗯 我戴上可能就刚好到这儿 很多女生戴这个 但是还是那句话 我觉得时尚这个东西没有那么严格的性别界限 你只要带着好看就好 呃 就这样一条项链 呃 买下来可能 加了税可能是个3000出头一点点 不加税就2900多 哎 我记不清了反正大家就这个价钱 然后就是这样一条项链 我当时去的时候sells说how lucky you 就是 这是他们新到的 然后最后一条 呃之类的 很多sells都会这么说 嗯 但是我也相信 因为我在国内我就找了半年 一直没有碰到过 嗯 这这说着话来 这这这豆子帽的还 嘶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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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嘶的帽哈 不管他看明天怎么样 我戴上给大家看一样 就是这样 我戴是有点短 有点像锁骨链 不过也 无所谓 我是不不不害怕 反正就 像链链那你 你能戴啥 你对吧 就那样 然后 嗯 还有什么 看看还有什么 好像没有什么 就没有什么 就 没有什么 那就 这样吧 然后就准备睡觉了 明天早上12点的飞机 然后8点半叫一个Uber 从这儿去机场 然后去渥太华给大家分享 我接下来的旅游生活 晚安